国旅大爆发 所以有旅行业者 他们是打算要来布局国旅市场 除了扩增他们的车队之外 包含像是比较高级的宾室车辆 以及游览车 现在他们也寄出高薪 要来找驾驶来听一下社长访问 目前缺至少50位 因为我们的驾驶基本上会比车辆数多 因为我们还有机动驾驶 所谓机动驾驶就是希望在 假设我们四个驾驶 可能会配一个机动驾驶 让这个车子的硬体 可以不因为驾驶休息 就是说正常的公时休息 而没办法运作 所以我们会配机动驾驶 所以应该会50个以上 好旅行车业者 他们打算扩增他们的车队 包含像是宾室车以及游览车 他们是预估要增加到100辆 因此在驾驶的部分 也预计要再找50名的驾驶 目前缺口还有50名 而且他们寄出优惠 表示说希望说驾驶 不要有淡忘记之分 平均薪资都可以来到4到7万 其实是比一般市面上的薪资 高大概是1到2成左右 另外也有业者 他们是在逆境的当中 他们还要再扩增他们的门市 除了在桃园 另外还有在澎湖以及台东 扩增实体门市 要来加强国旅市场 我来说 稍后 我们还是想要